李立平将于11月15日抵达美国旧金山 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峰会也叫APEC会议 并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 以及会见美国商界 来自全美各地的中国民运人权团体 在旧金山的湾区会合 他们要以另一种方式欢迎习近平 那就是抗议 对独裁者发出入货 11月12日下午3点 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 人道中国 中国人权 中国民主党 香港人会馆 加州自由雕塑 公园 亚洲女性 难民艺术族 中国民族人权联盟 和民族阵线的民运人权团体 仅20辆车辆 在旧金山东湾的海沃德市集合 然后集体穿行旧金山的湾区 投进奥克兰市APEC会场 旧金山中国城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最后到达金门大桥 车队一路鸣敌抗议 游行直到晚上7点 陈维明先生 是车队游行的发起人之一 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的负责人 他在游行事实中说 我们要用行动 想旧金山参加APEC会议 得习近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 罚出我们的怒吼 我们不允许独裁者 习近平在美利坚这片自由的土地上 杀影 我们将在这里 事实出发 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 习近平到访美国 这块世界上最自由的土地 不是什么好事 西方正要为了经济利益 把中国这批恶狼养大 西方吃了很大的亏 不可能有公平的经济上的交易 更不可能有政治上平等的对话和安理 现在俄乌战争 白蚁战争 也都得到了中共的默许和背后支持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混乱的源头之一 我们这次车对抗疫游行 是想向美国人宣讲 中国一直在对美国进行渗透和破坏 西方必须对中国要有清醒的认识 认识到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犯罪集团 他们给世界带来病毒瘟疫 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灾难 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主席方正说 在欢迎APAC会议的同时 要听到另一种声音 就是海外的华人群体当中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 是反对习近平 反对中共政权的 我们要让参加APAC会议的各国首脑 了解到这一点 而且我们也在唤醒 中国城和旧金山势力的其他市民 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更大的抗疫活动 来表达我们对习近平 对中共政权的不满 人权律师吴绍平说 中共当局把人权律师高志胜 和唐吉田强迫失踪 这就反映了中共毫不在乎人权 就在前几天 唐吉田律师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了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习近平即将赴美国参加 APAC会议的前夕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 耿和女士表示高志胜已经被中共强迫失踪了六年零三个月 我在美国经过个人的个人权机构 美国国会听证 但高志胜一直没有消息 国内的家人也没有他的消息 这一次参加会议 我的诉求就是希望知道高志胜在哪里 希望中共那高志胜给我打一个电话 六年零三个月了 这是我们家人多么卑微的一点要求 如果中共认为高志胜有罪 可以以中国的法律去公开审判他 而不是偷偷摸摸 强迫失踪 习近平在旧金山开A派会议的每一天 我都会来抗议 说起来确实让人心痛 居然六年零三个月都没有他自己丈夫的任何消息 举旧金山民族人士披露 已有近三百余民民族人士从各地赶来抗议 其中还有很多像马永田这样 执意要舍命拦截习近平车队的访民 他们想用这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 就是别让习近平跑了的方式 表明中共独裁专制不得民心 有人对中国民族化的未来感到悲观 认为两千年专制文化已经深深浸润到中国人的血脉 习近平的三年风控制造了人间悲剧 但即使爆发白纸运动也不过持续了十余天 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习近平出席A派会议就表明他也知道中国离不开世界 他的殖民也遛不过时代的潮流 推翻中共 这个墙国 我是指建了一种围堵中国的墙 叫墙国 这是时间问题 34年前的柏林墙也曾经是那么的坚固 但今天他又在哪里了 民族人士哲学家陈奎德先生在文章柏林墙岛34年中这样写道 1989年10月6日东德庆祝建国40周年 以其所谓社会主义胜利 如此相对照 东德的防暴警察正在同各个城市 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民众 发生激烈的冲突 这些抗议活动是由著名的反对派组织新论团 以及路德教会领导的 正当此时 格尔巴乔夫抵达东柏林访问 他告诫惊慌失措的东德首老昂纳克说 只有抓紧司机进行改革才有出路 出路 由弗雷尔牧师主持的莱比西 圣尼古拉教堂 成为了东德自由心脏的气泊器 东德对共产主义说不得低声呐喊 由此碰波而出 1989年10月9日 面对当局事前严重的恐吓和威慑 莱比西的乞讨者们 一个个人手持蜡烛 默默地走出教堂 走进人群 烛光游行 沿途扩展 寓意撞空 途中有七万六千名德国军人 严正以待 墙口深深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恐怖与血腥的气味 不足半小时 游行的人群已经增大增加到七万人 除了一些老落病残 规模相当于清晨而出 队伍经过莱比西消防总队时 消防队长刚好接到东柏林的来电 询问莱比西的情况 这个哑口无言的消防队长 干脆就把电话的听筒对准了窗外 密集的人流正缓缓通过界面 东柏林当局从听筒中听到了万众一心 三声一嘴的众锤反复敲响 我们就是人民 当时东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挨共 柏林当时认为必须积蓄北京屠杀的教训 绝不能对示威民众使用军事镇压手段 他在莱比西当局的回答明确过绝 不要开枪并且撤下军警 7月30日 来比西党部大楼 哈肯贝格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大响 守候在一旁的哈肯贝格抓起电话 听筒里传来了可人词的指示 避免与人民发生任何冲突 撤离所有的军警武装 苏联共产党人戈尔巴乔夫 在那时说了一句警示名言 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的人 在接下来东德民主浪潮期间 他将苏联失望东德驻军按兵不动 这一明确的默许 对共产东德是一个直接的信号 那次周一游行之夜 使耶稣精神之友 因为那一夜 无论成败是否 无论赎赢高下 无人被打翻在地 无人丢失掩面 弗雷尔牧师的感觉超越个人厉害 超越群体 甚至超越教会肢体 涵盖对立的双方和全体 那是一种巨大被拯救的感觉 至今夜起东德已不再是从前的东德了 次日10月10日 一位东德外交官 内库里长佐谢夫克在尼古拉教堂钟楼 录下的游行实况的录像带 他平安地离开了东德 第二天 来比起七万人和平游行的画面 便传遍了世界 烛光照亮东德更多人的灵魂 同日波兰政府宣布拒绝把仕途经由波兰离开东德的市民送回东德 10月13日 东德几乎所有被囚禁的良心犯获释 10月16日 东德宣布取消前往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旅行限制 东德各地效仿 莱比锡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周一和平游行 莱比锡周一游行的人数再度翻倍为15万 10月18日 昂拉克被迫下台并被软禁 此后德国各政治反对派和政党应运而生 东德各大城市此起彼伏的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更大的 示威浪潮 要求民族化 行文自由和真正的选举 11月5日 一万多东德人 有的开汽车 有的坐火车 有的步行经 捷克到达了西德 11月7日 东德民众融入西德的速度 达到每小时120人 这些移民大都相对年轻 有技术 动专业 东德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国家大动脉的出血 在此严峻的情况下 东德党政领导集体辞职 事后党内改革派组长政权 11月9日 伟大的迅间降临 东德被迫放弃了边界的管制 如春巡洋 如春巡洋 数以万计的东德人 近于西柏林 欢呼雀队 欢呼雀跃的人们 捎碎了柏林墙 登上了柏兰登堡大门 从此 崇利在数十年的铁幕象征 柏林墙倒塌了 他进入了历史的烟尘之中 这一天成了表示共产主义失败的历史性日子 最后我们回到中国的话题上 我一直说习近平就是一只只狐的灯落 衰落的结果就是飞灰烟灭 当二十大上习家军占据了各个位置 当胡锦涛被驾离会场 我知道中共内部集团已经分裂 习再也听不到真正的声音了 当李克强被猝死 我知道习近平已经堵死了所有人的路 自然他也无路可走了 二十大是中共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他敲响了中共党国的上宗 至暗时刻的中国一片漆黑 但旧金山的怒吼 让我透过黑暗的冰凉 感受到黎明温暖的脉搏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